台灣電影《血觀音》在2017年上映 他獲得了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女主角獎 導演楊雅哲在金馬獎的頒獎典禮時說 血觀音是一部不正向的電影 但在這個需要正能量的時代卻特別需要 在這個社會裡沒有人是局外人 血觀音的電影內容就是影射上世紀90年代 台灣曾經發生的一起驚天血案 《劉邦友案件》 1996年11月21日早晨桃園縣長劉邦友官邸 包括劉邦友等9人被害造成8死1重傷 由於犯罪現場被破壞 加上歹徒的行徑違背一般常例 讓警方難以判斷兇手是針對什麼人或什麼事情而來 這個案件到目前為止尚未偵破 而1996那年除了劉邦友案之外 還發生像是彭婉如命案等多起轟動社會的大案件 當時的資深司法記者曾私下透露說 政府為了轉移社會大眾的焦點 僅僅要用宗教掃黑的行動 迫害當時許多的宗教團體 讓我們觀看下面的影片來一探究竟 世紀紀案真本 秘書發稅依依依8死亡 哪吟 法稅228事件 好像是很嚴重的事情 沒錯就是這麼嚴重 現在我來講給大家聽 太極門疾案是因為宗教掃黑政治整肅 來導致嚴重人權受到侵害的案件 所以專家學者都請他為法稅228 這件事就在民國85年12月19日說去 那時台北地檢視的檢察官侯寬人 只有因為黑寒不實的檢舉 發動上百的警調 鶴槍實彈搜索太極門的盜館 所以就在無人和的政府也沒有經過調查 太極門竟然這樣就讓他們起訴了 而且早在侯寬人檢察官進行的 高雄新地檢署也這麼有黑寒 而且他們也展開調查 可是查無不法已經陸續簽結了 想不到侯寬人檢察官 他不但調查 而且還違法起訴 他根本就是違反一事不在理原則 知法犯法真的是太過分了 齁 侯寬人自己是檢察官 怎麼可以知法又犯法呢 這樣吼 抓起來乖啦 是啊 所以現在就要跟大家說 侯寬人檢察官依偵辦太極門假案 依違法濫權的鐵證 哎呦 人家太緊問明明沒的事情 這個侯寬人檢察官還給人家製造出假案來 齁齁 實在太極門假稅案是違刑案來的 然後法院已經判決 太極門無罪無罪啊 這個國稅局 那個人敢說法院判的不算 這樣不是藐視司法 不遵守法院判決嗎 敢說國稅局比法院更多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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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咧 蛤? 實在是 立法院公廳會也敢欺騙咧 這財政部國稅局實在是無中無法 太可憐了 我實在是有夠生氣的 看保會議來抗議 違法起訴訴是不良才的提起 市政府還是下輝 公共調查做獎記啊 做獎記 百分之百 市政府 市政府還是公共? 遵守堵啊 福律! 海洋公共將 佛天平 107年度判自第422號最終判決 國稅局還是敗訴 你現在這個判決認定 太極門是一個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裡面的判決也指出 81年度這個判決是王法裁判 是啦 這樣很好捏 唉 國稅局到最後呢 還持續對太極門違法強徵 課稅重罰 甚至還強制移送執行 唉 這簡直是太過分了 人家的稅段存一年 出發不一樣有情意 王法裁判百英年為法強政是太無理 博規總金來賊稅 其中原由真可忌 真可忌 真可忌 蛤 這國稅局也很奇怪 人家明明法院判太極門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還敢課稅重罰 這國稅局竟然藐視127年的最新確定判決 政府官員 別讓這裡沒去換 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 自民國55年成立以來 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師徒相承 這本職將來的 別改變過 萬全都沒扣稅問題 對呀 天安靜馬道 北深山里 萬年的歲段 海 丘 壞 天安靜馬道 太極門沒有欠稅 已經經過五院 行政司法立法考試監察 已經都憲太極門清白了 結果呢 國稅局和執行署呢 又窮追不捨 蛤?不是五院都還清白了嗎 現在又要安排一出啦 99年6月17日 立法院公聽會之後呢 中區國稅局和苗栗分局 他們發函給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新竹分署 要求他們停止執行 不過呢 新竹分署 竟然沒有停止 平地為何呢 賣一片阿里 中秋明山啊 是真可憐的 太極門假稅單被爭搶錢 強制執行拍賣過程 涉及黑箱作業 流標以後呢 又被宣佈收歸國有 完全不理會當事人聲明意義 嚴重侵害人權阿 行政機關不應該 知法犯法 濫用公權力 藐視司法 如果再繼續下去 破壞人權 完全沒有收法在外 這樣下去 我們的國家會害啦 這個太極門的冤錯假案 從發生到現在 一連串的荒謬 像這個法院已經宣判無罪無罪 就很清楚了 國稅局還要負到這尊 這真的是藐視司法阿 唉唷 聽到現在我真的覺得 不需要對法律很懂的人 好像聽到 法院說的不算 就知道這是 侵害人權的重大事件耶 欸 太極門 今天要遭到國家暴力了啦 小景堂 Ana 女海 我放棄 小景堂 宣刊 林青瑪 黃如、沖要 從木 Project 陪伴太極門的學者專家一路力挺 德國歐斯納布魯克大學駐台教授連伯榮 法稅改革聯盟志工 還有呢 平反一二一九行動聯盟志工和太極門弟子 連財政部的執行所為陶檢 已經連續陳情抗議30多天 前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榮 也單單對行政執行所的所作所為 就提出了10點之多的犯罪證據 太極門假稅單被爭搶錢 因為獎金而引發的貪念是非常大的禍害 每年財政部和法務部執行署 編列上億元的稅務獎勵金執行獎勵金 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有獎金沒罰則 人民卡不住就有人說要補稅要重罰 不動產還向強制執行拍賣 已經做成民怨事起了 這些專家學者都站聲說 稅捐機關 執行署人員 你不能因為獎金就強強民產 破壞人權啊 這樣會讓台灣謀上強盜國家的汙名啦 進展的晚安 跳躍明喚 世財主願 這三萬傳 看隧街角 是专门以盼 台湾真有 看隧平坤 写官英在首映之後被推為當時的燒腦神作 複雜縝密的劇本背後是官商勾結炒地皮 帶來一場地方勢力的滅門邪案 進而衝擊中央政府以及政治選情 而這樣的劇情目前都還在繼續上演 楊雅哲導演曾經說過 在寫官英裡面最恐怖的殺人方式就是見死不救 他認為活生生地看著一個人死掉 比關掉氧氣筒或拿枕頭悶死一個人 甚至拿刀拿槍殺人還要狠 有媒體對這部電影下了這樣的評論 世界上最可怕的懲罰不是眼前的法律 而是沒有愛的未來 如果這個世界處處充滿了勾心鬥角 還有血腥絲殺 那我們世間又怎麼會有愛呢? 太極門是1996年總統踏權後的政治整肅 是宗教掃黑下的政治迫害 是政府迫害人權的不正義行為 但太極門師徒卻仍然堅持用愛與良心來平反假案 因為太極門師徒堅持的是真理、人權與正義良心的原則 不是金錢多寡的問題 太極門案件的平反對台灣及國際社會都有正面的影響 也能藉此為台灣帶來正式賦水人權以及引動法稅改革的契機 今天節目的最後 用這首為愛勇敢 鼓勵人人為了我們所愛的人 以及賴以生存的台灣 對所有遭受不公不義迫害的人勇敢發聲 並且挺身而出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搖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 要讓我們的台灣更好 台灣更好 wym之濃 迎著風 迎著雲 即使黑夜朦胧 希望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雨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一变的力量 因为爱 对你惊奇终于在花香 用爱可不恐惧 用心不凝悲伤 尽管那风云飘摇 也要勇敢买海路过空 我们要坚定清醒 一起向未来 谁还勇敢 谁还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影响 长夜将近 立命不上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一变的力量 因为爱 天地经济 终于在花香 用爱可不恐惧 用心不凝悲伤 尽管那风云飘摇 也要勇敢买海路过空 我们要坚定清醒 一起向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影响 上夜将近 立命不上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一变的力量 因为爱 天地经济终于在花香 因为爱 所以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立即这招所有的违法赛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全面抗争造型的违 反作奖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倒假 要平凡 要平凡